12月23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舉行記者會公布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當天召開的特別會議 制定了新的規例 批准符合安全效能的新冠疫苗做緊急使用 行政會議已修訂了現有規例 強制檢疫期由目前的14天 計為不多於28天 會上林鄭月娥公布了 特區政府疫苗採購的最新進展 我們亦與第三間阿斯利康達成了協議 採購它與牛津大學共同研發 亦使用這種不可複製性的病毒載體技術的疫苗 供應的劑量與上述兩間一樣是750萬劑 所以可以說特區政府現在已經成功採購到 來自三個不同的技術平台 三間製藥廠一共是2,250萬口容 不過為了審慎起見 我們會按原先的計劃去尋找第四款的疫苗 也都是750萬的劑量 希望最終是做到本港人口的兩倍 關於香港市民所關心的 可否選擇接種哪一款疫苗的問題 當天的發布會上林鄭月娥也作出明確回應 第二個市民關注的問題就是接種這些疫苗 有沒有選擇 市民一定第一是有知情權 剛才我提到法律上有知情權 所以市民一定會知道自己 如果走進了這個地點 這個接種的中心或環境 他是接種哪一款的疫苗 當然他也可以決定 當他知道的時候 他決定他現在不接種 那麼如果市民在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接種的環境 他知道某一個疫苗正在用 他不打算去接種呢 那麼他可以選擇 他可以選擇了 他可以選擇在另一個時間 另一個接種的環境 到時如果是另一個疫苗 那麼他可以接種另一個疫苗 所以從這個層面是有得選擇的 林鄭月娥介紹 每位接種疫苗的市民 都將會得到電子版的珍卡 並以此作為未來 頒布防疫措施的參考標準 我們都會先讓市民 在接種了疫苗之後 會擁有他自己接種了 或者打了針的記錄 那麼這個是用電子進行 所以在創新的科技局 已經在進行一個豐富 他早前做了的一個電子系統 就令到這個系統 往後可以給市民 在自己的手機上面 就下載一些記錄 包括他是注射了疫苗 第一針和第二針的記錄 也都可以用同一套系統 記錄這個市民 曾經做過的病毒檢測 陰性的記錄 那麼簡單來說 這個是一個電子版的檢測 和疫苗的注射記錄 那麼有了這個記錄 將來如果有任何的政策措施 是跟你有沒有打針 你有沒有檢測有關 也都是有一個基礎在這裡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